如果到提款机领钱忘记拿 千万不要太早放弃哦 因为在高雄市有一名孙先生 他到了提款机领钱 领了5000块忘记拿了 他就离开 等到回头要找钱的时候 已经不翼而飞了 而孙先生原本是打算要认赔算的 不过没想到说他到银行查证 原来只要超过两分钟 没有把钱拿走 这个提款金呢 就会自动把钱给吸进来 那么银行调月了监视器之后 把这5000块还给了孙先生 刚下班的孙先生打算提钱 他提了5000元 不过拿了提款卡之后 却忘记把钱给拿走 在领的时候可能在想事情 想一想就突然在看皮包啦 想一个事情想一想 直接就抽了 就直接就出去了 所以钱就忘记拿 然后10分钟之后 拿7、8分钟会想到 然后要拿钱 我没有拿钱 然后赶快回来拿 看没有钱 过了10分钟 孙先生急忙赶回提款机 发现5000元已经不翼而飞 他决定透过监视器揪出凶手 在他离开后的3分钟 提款机前出现 骑着机车的一对情侣 不到20秒又来了一名富人 会不会是他们把钱给拿走了 银行调月监视器要查个清楚 经过比对 这两名提钱的民众 都没有拿孙先生的5000元 那这笔钱会凭空消失吗 原来提款机还有这样的功能 除了把钱给吐出来 超过两分钟没领 还能吸回去 银行对账后 确实孙先生提领了这台提款机 多出了5000元 让孙先生失而复得 也幸好先前的两位民众 没有动贪念 否则将涉嫌侵占得不偿失 中天新闻梁家文张玉昕高雄报道